欢迎收看10月27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事务市议会主席丁永豪被指 是代表沙盟出战事务国会选区 不过他今天表示 本身没有意愿成为候选人 但最终会不会出战交由沙盟决定 丁永豪今天主持事务市议会列场会议 接受记者访问 今天是不是他最后一次主持长夜会议时表示 本身还是主席 他透露 昨天河沙总理纳杜巴丁尼阿班佐哈里 有个非正式会议 会议主要是讨论有关私务的情况 他说 自己没有意愿成为候选人 但自己每天都在工作 也永远做好准备 不像有些人 只有五年一届大选才会出现 至于候选人课题就交由沙盟做决定 主罗区 迎任国会议员孙伟轩透露 根据社团注册局的记录 他依然是大马全民党主席 孙伟轩今天在脸书 掌出由社团注册局签证的一份大马全民党理事名单 维持他预计大马全民党党章 第六龄 过湖三条文 决定集了起 格子秘书 诺西查瓦和资讯主任查卡利亚的职权 并在国选后交由成立的举例委员会跟进 现阶段 秘书职务由 该党苏里秘书 Jenny Chu 董伟轩表示 10月7号的最高理事会会议 并不是在他指示下召开 而他是在会议后被告知 会议决定委任 Natu-Zurayda为主席 但他强调 主席职位从来没有悬空 他谴责这项举动是破坏他领导的信用 也对党员和民众造成混淆 根据警方调查 一些被拘捕的前驴 实际上是清楚知道 不应该把个人银行户头租借给别人 但却为了出租银行户头 可以赚起金钱酬劳 依然这么做 不法分子是通过社交网络等平台 刊登出租银行户头等广告 以金钱作为酬劳 诱惑民众充当前驴 再使用他们的银行户头 进行不法金钱交易等 由于这种情况 已经成为近期商业犯罪的趋势 警方对此 严正提醒民众 别把个人银行户头等资料 泄露给不法分子 避免因为剪接市级欺诈案 而遭到警方对付 甚至被控上法庭 沙警察组监 纳杜·阿兹曼说 自2021年1月至今年9月 沙拉叶警方 商业据案调查组 先后捉拿1221名 市级冲单前驴的银行户头 持有人 其中914人已被控上法庭 不法分子诸下古镜七里圣逃杀 一间电务单位 到电进行网络挖矿 导致电流短路引发火患 巴特湾警区主任阿班在那警监说 火灾是昨天傍晚六点 在电务二楼单位发生 根据警方调查 业主今年3月开始 每个月收租800令吉 把单位出租给一名乌衣男子 他说 萧整员扑灭火事后 发现单位的一间房内 有一个五层架子 摆满网络挖矿机 因此不排除 是电流短路导致火患 沙能源公司技术人员 也在现场展开调查之后 证实取火单位进行倒电不法行为 以进行挖矿 导致当局每个月亏损约 16000令吉的电费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